白滚滚在学堂吊廊当地混了一期,虽然凤九对他不认真的态度极度不满,但每次他要管教的时候那人都会适时地出现,将他榨起的狐狸毛安抚下去,后来那人身体逐渐好转,他再也不信他的苦肉计,凶巴巴地望着又打算捂胸口的那人,别装了,整日拿着个骗我有意思。 那人果然不再出声,凤九以为终于可以好好管教将那崽子从歪道上搬回来的时候,当天晚上那人装腔做事地同他说,小白,你说的是,我身体却已无碍了,既然这样,你便会清秋上课吧,滚滚的课业耽误不得,那你的学业更不可耽误,要做榜样。 凤九仁以为那人只是说说,没成想第二天,他竟正在大殿见到了他的他的爷爷白纸,狠狠弯了座上那人一眼,却也只能乖巧地行礼,爷爷。 白纸瞧着自己的孙女,十分贴切地跑去给座上那人侦查,却不曾给他这个爷爷同样的待遇,皱了皱眉毛,凤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也该回去。 爷爷。 凤九急忙将他的话打断,放在暗下的手狠掐在了身侧人腿上,陪着笑谈道,你也知道的,帝君身体还未恢复,留他一人在太陈宫,我不放心嘛。 耳边传过一声闷哼,白纸愣了愣,方才他可是一点没看出那人有什么不妥,抬头望着皱眉的那人,试探地问道,那日后就有老帝君亲自知道凤九了。 好,那人回得干净利落,凤九不服地将手下的力又加重了几分,紧盯着那人露出了一个自以为十分温柔的笑容问道,帝君身子不好,不能操劳的,是不是呀,帝君。 无妨,东华低头望着呲牙咧嘴的小狐狸,懒懒地将手臂抬起来支着头,轻笑道,知道你处理些折子的经历,还是有的。 他瞬间将心放了下来,原来不是课业,只是下一秒那人熟悉的声音落了过来,就是扶导你课业的经历。 帝君,其实倒是可以。 不,你不可以。 凤九也不得还有人在,急忙将那人揽在了怀里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看向坐下的爷爷,劝道,爷爷,帝君不舒服,没精力管那么多的。 白纸盯着相拥的二人,一个是他的上司,一个是他的孙女,甚是觉得自己待在此处不太合时宜,只能站起来摆了白手,留下一句,全凭帝君做主吧。 从那以后,凤九只要以管教白滚滚,那人便搬出以身作则的说法,让他回去继续宗学课业,为了躲避课业,他只能陪着笑说,青秋的狐狸都是散养,任由那崽子不学无术。 考试的时候,白滚滚凭了过目不忘的本事,虽未能拿忧,却也不至于像他的娘亲那样垫底,正十分悠哉地与阿黎丸连颂三殿下新做出来的小法器,身后便传来一声怒喝,他回头见识学堂上的铜窗,便也没有在意,只是继续去摆弄法器。 白滚滚,苏静将手还在了胸前,扬了扬下巴,我要与一比试,敢不敢? 阿黎望望眼前年近三万岁的苏静,他似是听人提起过,是西海水军最为宠爱的小儿子,每年便会被送来天宫中学堂学习一期,在他看来实则就是来度假的,他向来最痛恨这种仗势欺人的人了,冷声道,你欺负一个比你小一辈的人,不怕丢了西海的人吗? 苏静不敢惹小天孙,是父亲交代过的,只能将眼神落在了一旁的白滚滚身上,侵略道,一个小书童罢了,天孙殿下竟看得比与我西海的关系还重。 滚滚才不是书童,他……阿黎。 白滚滚抓住了身旁的人,娘亲说过,暴露身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而且,阿黎被所有同学近而远之的处境,着实也不是他想要的,所以他也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个更厉害的父君,抬头望向比自己高了一些的人,十分重肯地谈道,打不过我的。 你,修了胡言,被轻视的苏静将手抬了起来,却中阴烈天孙在旁不敢造次,望望面色不改的白滚滚,突然一笑,你该不会是想故意激怒我,好让我势力被罚吧? 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果然是没人叫的野孩子。 白滚滚眸色突然冷了下来,微微侧目,冷冷道,你说什么? 微眼神落在身上,让苏静咽了咽口水,将更难听的话也一并咽了下去,他突然有些怵了,只是从小到大没被谁欺负过的那骨子跋扈也涌了上来,故意将声音又大了些,我有说错吗? 就是个没叫养的野孩子,也敢在这里撒野。 阿丽星说,谁撒野还不一定呢,果然下一秒白滚滚冷冰冰的声音从身侧传来,逼什么? 见他应战,苏静勾勾勾唇脚,毕竟是小天孙的书童,他也不好真的动手,万一打伤打残了,还要被问罪,转身飞上摇池旁的柱子,笑道,就比简单的,谁先落水,谁就输。 见白滚滚露出疑惑,他嘴角的讥讽,更重了几分,怎么? 不会是这么简单的术法都不会吧? 一个水球已经飞了过来,白滚滚随意地挥手便躲了开,身形轻转落在了他对面的柱子,学着他的样子也聚起了一个水球挥了过去。 许是他的动作太快,对面的人没有躲开,而是被浇了个正正,他盯着浑身被浇透的人,轻问道,是这样吗? 你,被浇透的苏静抹了抹脸,又聚起了个水球,竟被躲开了,他有些不敢相信,指着对面的人吼道,小小年纪就会偷袭,果然是有人生没人养的野种。 我没有偷袭,白滚滚眉毛皱了起来,望向对面人的眼神更加冷烈了,今日他已经被骂了三次了,虽然久久交代他不要故意惹是生非,想来此番也不能算是他挑事了,手里微距了先例推出, 一个比之刚才更大的水球距出水面,在靠近时突然分裂为两个,狠狠地砸了过去。 苏静想要挡开,却发现其中带着的先例是他所无法抵抗的,竟直直被摔了出去,落到地上,他不敢相信地望着走到身边的身影。 你,你用的什么要术? 白滚滚居高临下的望为眼狼被浸在水里的人,沉声道,滚滚不是野孩子,方才的三下算作是还你,若是日后再有。 别怪我不客气。 直到那身影都走出三步,苏静才将自己的声音找了回来,此时也顾不得什么得罪小天孙了,毕生喊道, 你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没有爹娘的邪恶,竟敢威胁我。 哦,白滚滚步子顿了顿缓缓转身,毛子里瞬间聚起了冰霜,右手抬起的瞬间,随之升起的还有摇尺里的天水, 原本平静的水面,顷刻在手中画出了漩涡,我说过,再有下次,便不客气了。 不等地上的人反驳,左手清灰,便将他从地上,灰气甩了进去,听见传来的惨叫,白滚滚轻勾了钩唇, 既是西海的人,那我今日就送你回去。 混着半池天水的水柱竟越过屏障,直冲下界而去,摇尺圣母感到时想要阻拦,却仍是没来得及,眼下也顾不上去问罪,急急追了过去。 水柱精准地落在西海水域,摇尺天水与海水相撞,直击出巨浪,临近岸边的村庄瞬间被洪水吞噬,摇尺圣母将天水聚在一起,防止扩散,已几乎耗尽了修为,再没有压制洪水的余力。 白滚滚拍了拍手,想要去亲爱爱丽一起回家,只是后者的嘴巴早已张得可以塞下的一个鸡蛋,许久才回过神清道,滚滚,那不是普通的水。 那是什么? 见他果然一脸的懵懂,爱丽小脸皱到了一起,白滚滚在天上的时日不多,并不知道摇尺里的天水不可挥洒到下界,只是眼下解释也不是太重要,急忙拉了他。 滚滚,日后再同你解释,现在赶紧去找人帮忙。 白滚滚虽不太明白,但也大致知晓了,摇了摇头,将那手甩开了,头也不回地冲着方才水珠落下的方位而去,一人做事一人当,是娘亲从小就教他的,冷静道,我会自行处理的。 大的波动,终是引来了西海水军,望着被卷在漩涡里的小儿子,他过不上去管什么洪水,急要将其从中救出来。 摇尺圣母大惊,休要妄动,此乃摇尺天水,扩散了是瘟疫横行,整个人界便要灭顶之灾。 西海众人随拼尽全力压制着洪水,方圆百里之内却还是全被沉入水底,此刻依然有滔天巨浪不断涌出,白滚滚落下后,忙堵住了一个缺口,但终是因着年纪上小片刻后便被冲开了。 他原以为等待他的会是被卷入巨浪的命运,却不想扑到身边的瀑布被浑身泛起的金光震开了。 因着力量相撞的力度,他控制不住地往后飞去,随之落入的便是一个温暖的怀抱,绕在鼻尖的是熟悉的白檀香,白滚滚抬头望见那人向来温和戴笑的脸上,此时冷落冰霜,他不禁打了寒战,小心翼翼地换倒,复,复军,乖乖待在里面。 冬华抬手将他身上的天罡照佑加固了些,才将人从怀里挥了出去,双手抬起一方,混着唇厚鲜丽的紫红扑开,前一秒还波涛汹涌的海面,顷刻平静下来。 距在海域上空的半池天水泛着的灵光,也被压制得暗淡无光,片刻后落了下来,与海水相容。 众人瞥见一抹紫色从天而降,都愣了愣神,方才反应过来,急忙跪倒在地,沉等拜见帝君。 起来吧,帝君。 东华戴着冷衣的眼神,轻扫过遇上前,奏势的圣母与西海水君,后者忙又将头俯了下去,不敢多言,他转而望了眼落在一旁的孩童,沉声道,今日之事,是本君疏忽了,遭到波及的声灵,本君,会着幽冥丝,再给他们一室轮回,其余的,不必多言了。 帝君。 西海水君拱了拱手,虽是心中万分悲痛愤恨,望着那副手而立的尊神,却也只能恭敬地开口。 帝君,此事分明就是。 怎么…… 平淡的二子,那人收起的戾气,突然又陷了出来,虽只是漫不经心的一瞥,却还是让他不自觉闭了嘴,但想起被无辜重伤的幼子,伤亡无数的水君,他还是咬了咬牙,继续道,还请帝君彻查此事。 东华眸子里的冷意更重了几分,被在身后的手倾钻了起来,方才本君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余光扫过不敢再严的众人,他才缓缓转身,带着一旁的白滚滚将身形引了去。 那人虽牵着他的手,但白滚滚明显觉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他好像生气了,抬头望着依旧面无表情的那人,轻唤道,傅君,滚滚不是故意的。 东华闭了闭眼,将体内翻腾的气息压了压,耳边的声音模模糊糊,他听得不太真切,只是想着,方才听到的白滚滚因为与人攀比斗法,将半吃天水掀到下界,为此险些酿成大错。 我,心叹了声,都怪我平日里纵容你诸多小事,才知你今日这般顽劣,你好好想想吧。 惹出祸端,竟没有如往常般,第一时间来寻他求助,虽是小小年纪就有的担当,让他不禁称赞,但险些将自己伤了去他实在是有些后怕,若是他没有及时赶到呢,会是什么样? 傅君,滚滚没有顽劣,是他。白滚滚有些委屈,明明是别人先来骂他的,他不过是还回去罢了,只是他抬头便望见那人闭着眼睛一副不愿听他多说的态度,突然不想解释了,将手从那人手里抽了出来,转身便要走。 白滚滚,感应到那崽子要远离,东华急忙出声阻拦,惹了祸事,他还没问罪,那崽子倒是先冲他甩起脸子了,看来真该严加管教了,等着不稳的呼吸又中了几分,在开口声音里混了些嘶哑,在店中好好反省,没我的话,不许出去。 听闻消息的凤九,火急火燎,从成余宫中跑回来时,还未到店门口,便听见那人的训斥,他愣了一秒,将步子停在了原处。 那人从未对于滚滚这般严厉,他还以为那人会继续护着那崽子,只是他今日所作所为,确实过分了些,便想着等那人将崽子驯服了再去。 东华见那崽子竟还打算往外去,全然一副不将他放在眼里的样子,随手挥出个仙杖,便将他堵了回来,引在衣袖下的手握了起来,低头看着身形刚到他腰间白滚滚,沉声道,还想去哪? 听见那响来都温柔似水哄着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刺人,白滚滚倔强地又将头偏了偏,赌气地回道,不要你管。 眼眶里蓄满的泪水,却不曾有一滴落下,今日的傅君是他从没见过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闯完祸,被久久罚的时候,都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求情,躲避惩罚的傅君,为何这次要如此训诫他? 不要我管。 东华轻念着,不禁失笑,方才若不是我,你觉得你现在还有命站在这跟我顶嘴? 听大人语气里不再是往日的玩笑,貌似真的动怒了,凤九怕二人真的打起来,急忙事实地出现在了店内,直接越过门口的白滚滚,走到那人身边,俯伤他的手臂,装傻地问道,怎么了? 他干的好事,你会不知? 嗯...凤九被噎了一句也不敢反驳,手下扶着的那人似还有些轻颤,压制方才那场无望之灾定又动了不少元气,他心疼得厉害。 只能抬手抚到他后背上,陪着笑轻劝,滚滚做错了你该打该骂便是了,不过现在先去休息会儿好不好。 东华并没有顺着他的力道磨动,反而一双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白滚滚,片刻后才出声问道,你可知错哪了? 那身影不曾理会,东华尘封了十几万年的雷霆之事,一下裂开,周身温度又低了几分,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说话。 仅是平淡的两个字,却震得一直立得挺直的白滚滚,不禁哆嗦了一下,就连遇上前规劝的凤酒都愣神了,不敢再说半句。 我没错,白滚滚哆了哆脖子,依旧倔强地不肯认错,他此时也很生气,他讨厌今日的父君,讨厌到想再也不认他了。 东华看向那小身影,眼神又冷了几分,握起的拳头钻得更紧了,却还是怕吓到他,努力将自己的声音吻到了极低,没错。 那你告诉我,西海水域方圆百里亡死的那些生灵,愿谁? 提到亡死生灵时,白滚滚倔强的小脸上还是有了些许裂缝,他原本便是善良的,只是此时那人这般训斥他,他就是不服。 扬声道,你不是已经许了他们重有仪式轮回了吗? 你,东华冷笑一声,连父君都不叫了,这是要和他较尽到底。 偏得白滚滚最见不得的,便是被人轻视的冷笑,泛着泪花的眼神突然冷冽起来,导致与面前那人有了几分相似,不屑地说道,既然这样,白得了一次重来一世的机会,他们又有什么资格贪往死。 见那人脸色愈发难看,白滚滚突然就特别不想住嘴,小脑袋微微抬起来盯着那人,眼神里带了似轻蔑,本身又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导致在我面前装得如此道貌岸然,这些树木与死在你手下的生灵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你又凭什么寻这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指责我? 白滚滚 凤九急扑过去,立刻将他的嘴捂了起来,却仍没有拦住,将那身影用力拉了拉呵斥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快几夫君认错 我没错 白滚滚将没错咬得死死的,在娘亲面前终是有些委屈,不满地问道,九九,别以为我不知道,明明他才是最试杀成性之人,他凭什么? 一声脆响滑过,原本热闹的店中一切声音戛然而止,凤九望着将从滚滚脸上滑下的指尖,终是有些不忍,指尖倾出了他脸上瞬间泛起的红色,柔声道,不许这么说夫君,跪下几夫君道歉 那一巴掌落下时,白滚滚一直聚在眼里,却倔强地不肯拉下的泪水,落下了,滑着那血印刺的他生疼,却依然不肯低头 小身板里那骨子血气,在此时全被激发了出来,颇有一副壮士就义不怕死的风范,不甘示弱道 滚滚没错,才不要认错 没错,不要认错 几个字,将东华因刚才那一巴掌而生出的心卵立马击了回去,那崽子弹机生灵时冷冰冰的样子,让他觉得可怕 心里一直撑着的那根弦,突然断了,压抑着的火气,此时竟有些压不住了 却还是十分努力地呼了口气,想将其平复下去,攥着的手心传来些许刺痛 他却仍然用力握着,仿佛唯有这般,才能将他无处发泄的滔天怒火释放一些 还不认错,我说我没错,你又何必一遍又一遍地问我 白滚滚将身体站得更直了些,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 看在东华眼里,只觉得怒火又加大了几分 手掌轻翻,一阵波光闪过,一杆戏长柳条握在了手里,那无凤九再熟悉不过 他调皮捣蛋的时候,没少被他家老头拿着抽过,他本能地想去劝下的 但看见那人一怒到极致,而毫无血色的脸时,他突然没了劝的勇气 那人本就是个喜怒不形余色之人,想必此番是被气到极点了 思来滚滚,今日的表现也着实太过顽劣不逊 险些酿出大祸来,让他吃点苦头也是好的,脸的日后更加管教不住 见待粉色身影慢慢移开,东华将手里的柳枝轻颠了颠 吻着声音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知错吗? 你要打就打,反正我才不会跟你认错 白滚滚小拳头攥了起来,当真一句软话都不肯说 一句话将东华好不容易平息了几分的怒火又燃了起来 手臂抬起落下,细长的柳条划过空气 精准落在了白滚滚站的挺直的后背 冰蚕丝的薄料瞬间被撕开了口子 来回不过几次,一物一碎的不成样子 他在气头上下手并未故意克制 每一下都落得极重 白滚滚原本站的笔直的身影也被迫塌了下去 但那人问他认不认错的时候 却还是倔强的一口咬定 我没错,今日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认错的,你死了这个心吧 东华虽是气急 手在抬起时,竟再也落不下了 可他还是故意扳天要将那柳边甩出去 体内两股气流相撞 原本暗淡无光的柳枝上,镜凝上紫色眩纹 他心下一惊,急急将手臂挥起 刚才还捂在空中之物,顷刻化成了灰烬 虽然极力收拢着仙力 却还是有一阵光波劈出 擦着白滚滚耳边落到了殿外 东华 见那人被激得后退了两步 凤九急忙上前将他扶住 握了握他的手,触手一片冰凉 掌心处微渗出了血迹,竟还在发抖 头顶的呼吸急促起来 他心疼地将那手裹在手心里暖着 抚着他起伏的胸口 轻劝道 好了,今日就这样吧 滚滚慢慢管教便是 你也该打累了 小心气坏了身子 东华闭了闭眼 将方才的慌乱演了去 见那小身影依然笔直地站在面前没什么异样 他的心才稍稳了些 想来应是没受什么伤 开口的声音虽然不大 却依旧带着薇娅,走吧,什么时候知错了 再来找我 白滚滚默默将嘴里的心田咽了下去 淡然转身 单薄的后背此时完全地落在了东华眼里 微泛那金色的赤红将勉强留下的几片淡青色布料全都染红了 只一眼 他变得心脏像是被狠狠弯了一下 疼得他浑身发软 东华 凤九捞着他下滑的身体 心疼急了,轻唤道 我扶你进去躺会儿吧 别站着了好不好 那人却像是听不到般 眼神死死盯着晃在院子里的那个身影 见他竟直直向宫门的方向走去 人就不稳的气息瞬间全乱了 急唤了声 丛林 守在殿外的丛林立马闪了进来 恭敬道 帝君有何吩咐 见那人急得说不出话来 凤九轻抚着他胸口的手用力了些 想将他这几声急传腐顺 却终归是徒劳 他费力抬起的手指向垫门 仍在发抖 他急忙将那手握了起来稳住 望了眼门口的丛林 吩咐道 跟上滚滚 看他去哪了 果然 他话音一落 怀里那人瞬间就老实了 努力调整着呼吸 凤九轻叹了口气 称怪道 舍不得还下那么重的手 你这是罚谁 凤九将投在水里的帕子拎起来凝干 轻坐在床边 小心擦着那人额上渗出的汗水 温柔劝着 跟自己儿子动这么大气 值得吗 东华闭着的双眼 睫毛微颤了几下 却还是没有先开 心道 他若不是我儿子 我一个字都懒得说他 凤九手往下移了移 探尽他的领口 果不然 一身的冷汗 他心疼得要命 还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身上全湿了 脱了喜喜吧 见戴人轻摇着头不乐意动 知他是累极了也疼极了 有些脱力 但终归是一身湿透的衣服 睡着不舒服 凤九低头 将戴人衣物解开 柔声道 你要是累就睡吧 我给你擦擦 东华轻哼了声 我睡不着 凤九失笑 手下的动作不停 调笑道 是听不到崇林回信 放心不下吧 没听到那人回话 他也不在意 只是快速将他擦洗了一遍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等他忙完抬头 却看见那人睁了一双 没有焦距的双眼 看着店门的方向 别看了 有消息了 我叫你 好不好 凤九抬手将那人双眸眼上 就是睡不着 也该闭上眼痒养神 被看穿心事 东华有些不想承认 门声道 我才不是担心他 凤九忍不住笑了 嘴上附和着 好 你没担心他 我担心 你行不行 不要再生气了 他就是有万般不对 你今日抽他那几下 气也该散得差不多了 要是明日他来许你认错 你别这般端着 又将他骂了才好 凤九往近处靠了靠 拍着自己的腿 来 躺下 手下轻轻将那人扶躺下来 轻扶着 睡吧 歇一歇 东华嘴角扯出了一个笑 毫不客气地说道 小白 你的昏睡觉 对我没用 面上有些挂不住 凤九轻拍了他一下 委屈道 我还不是 心疼你睡不下 你以前不是挺会装的吗 怎么这次不装了 东华将那手轻拉进怀里 小白 我不想睡 陪我说说话 你真想听 嗯 说吧 那我可就说了 你不许生气 凤九将自己往后靠了靠 贴在床榻上 不跃道 其实滚滚以前不这样的 就是遇见你之后 你就什么都宠着他 护着他 他觉得有你撑腰了 连我这个娘都不放在心里 自是什么祸都敢闯 凤九轻抚着那人微颤的肩膀 将声音放柔和了些 现在闯出祸端也好 趁着他年纪小 以我还能压得住他 将他管教好了 省得日后再出更大的火 东华笑了笑 十分诚恳地回道 我不觉得 他什么时候能打得过我 凤九有些气绝 叹道 那你总不能 他都十几万岁了 甚至都娶妻生子的时候 还将他拎回来打一顿吧 有何不可 凤九不想再跟他讨论什么道理 左右他也说不过 恰巧听见店外重铃回话的声音 说是滚滚去小天孙的庆云店住下了 期间没去别的地方 身上的伤也照一观察看了 门外话音刚落 凤九便察觉怀里那人一直紧绷的身体 瞬间放松了下来 他暗自叹了口气 将手轻轻附在他的背轻扶着 但那人完全放松了 他才开口轻轻地道 这下放心了 该睡会儿了吧 他刚一低头 便见那人原本瞪大的眼睛 不知何时早已闭了起来 呼吸渐渐变得绵长而清浅 凤九心疼地俯了俯 那人的紧皱起来的眉头 将其慢慢运平 轻声细语说道 对谁都口是心非 他才多大 哪里懂得了你这些 四日 丛林正领着一众人 休憩昨夜被无辜波及的池塘 原本住在中央的那座假山 早已不知落去了何处 四遍百玉石砌出的栏杆 也只离店最远的那边 还能看出点原本的模样 导演没有多么的废墟难看 大多物都被直接扬成了 回归在了池里 中年常开的一池荷花 线下也都黯然变成了一片灰色 凤九今日给他做了小米顿先生 见那人眼神一刻也不一开地 透着一众人的身形 盯着宫门口 轻声怨道 让你在里面等 就是不听 他要是回来 丛林会第一时间通船的 别看了 吃点东西吧 东华闷声问道 是不是我管教太过了 没有 别多想 凤九将他的手握在了手心 虽还是冷的 却比昨夜暖了些 轻声宽慰道 犯了错就要管教 何况还是那种大错 你发火也是应该的 可是他都走了 东华突然一阵心慌 紧钻了凤九一把 小心问道 小白 他会不会真的不认我了 现在人竟这般小心翼翼 凤九心里像是被扎了一下一样 他本该是掌控一切 认筹帷幄的人 如今却在这段关系中 如履薄冰 不过是因为万年的亏欠 他轻抚着那人 微微起伏的胸口 安抚道 不会的 你是他想了那么久 才叛来的父君 他怎么舍得不认你 亲你还来不及呢 昨日不过是你二人 都在气头上 等过几日 他想通了 说不定就来给你道歉了 东华摇了摇头 滚滚的性子他知道 即便他真的来道歉了 也再不会同他亲近了 心口的疼又隐隐发作 声音都唱了起来 我终归是欠了他的 东华 凤九往里靠了靠 将他搂在怀里 用力抚着他略微起伏的胸口 别总这么想 你不欠他什么 我知道 那一万年 你没陪在他身边心里愧疚 但是那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都不在意 你又何必如此执着 只要你回来了 你还在我们身边 我们就很高兴 东华将头往凤九怀里又蹭了一下 声音嫩嫩的透着委屈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难得见他这般模样 凤九心里被揪得紧紧 轻拍了拍怀里的人 耐心哄道 再等一个时辰好不好 他要是还不回来 我就去将他捉回来 一只乱跑的小狐狸咋罢了 还能翻出天 用得着你费争夺心思 东华靠在那怀里 眼皮沉重的厉害 却还是不肯闭上 将自己埋在那熟悉的体箱里 今日殿中燃着的箱 不是白坛 他不用思索 便知是出自谁的手笔 安神的古城箱扑面而来 倒是真的将他胸中那股郁节之气 抚平了一些 终是抵挡不住 将双眸闭了起来 凤九给急步而来的崇林 使了个眼色 折指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那人 示意他小声些说话 崇林会议 亲了步子又靠近了几分 才拱了手小声道 凤九殿下 清云殿过来传话说 小殿下高烧说胡话 谁都不让谨慎 太子殿下和太子妃 实在没办法了 恐是须得凤九殿下亲自去照看 不必理会 凤九拍了拍怀里轻颤的那人 急忙安抚道 没事 东华 再睡会儿 睡吧 东华岛实在没大动作 将头贴在凤九怀里 努力呼吸了几下 身子刚抬起来 就被按了回去 他竟真的在挣脱不开了 见那人这般力不从心的样子 凤九心里疼得厉害 打前日滚滚惹下祸端 他就一直不得安宁 吃不下 也一刻安眠不下 人就没多硬朗的身子 又被折腾得虚软起来 怎叫他能不心疼 思琪那罪魁祸首 凤九就心里十分的恼 轻抚着怀里的人 十分不情愿地对丛林吩咐道 去将他弄回来 扔到偏殿即可 是 丛林领命离开 一刻也不停地往青云垫赶 赶到那人无力地攥了下自己的手腕 凤九心生怨恨 语气不善地训斥道 干什么 我不过是差人 把那不听话的崽子拎回来 你心疼什么 刚才崇林的话随时声响 可他却听了一清二楚 原想自己去抱他的 奈何如今这副身体 着实是有些不争气 喘息道 他还病着 你该让崇林仔细些的 凤九脱口而出 你还病着呢 他怎么不知道 心疼心疼你呢 说完还不解气般的 将那顽劣的崽子 鞭抬了一番 十分不满地怨道 下次交给我管教就是 不许再为了那崽子 将自己身子伤了 你这身体 是我好生养着的 你不许为了旁人伤害他 滚滚不是旁人 反正你的身体是我的 不许你作践 凤九动了动 将怀里的人抱得更舒适了些 一只灵动的小手服贴 在他后背上顺着 我抱着 你再睡一会儿 叫那人嘴唇动了动 凤九没给他出声的机会 急言道不养出点精神 一会儿怎么抱那崽子 果然 怀里那人立刻安生了下来 听话地靠着他养神 凤九心里有些醋了 愣愣不乐地说道 你倒是将他看得比我还重 片刻后 怀里那人才悠悠开口说道 没人比你更重要 小白 凤九撇了撇嘴 知道就好 趁着两三日 都看犯人班看着他的凤九 终于被忽悠着 却给他熬鱼汤离开了片刻 东华将眸子掀了开 慢慢起身下床 他刚将店门打开 便看到了守在一侧的崇林 帝君 嗯 东华并未在意 抬腿将步子迈了出去 淡淡道 小白过来了 让他去偏店寻我 见那人迈开的步子有些虚浮 崇林本想跟上 又实在没有忤逆的勇气 也只能站在店门口 盼着凤九殿下早些过来 给你乱乐